大家好,我是来自一法半导体电机控制技术创新中心的7thin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demo呢 演示了ST,广泛的产品以及丰富的解决方案 具体来讲呢,我们这个demo整合了垂直方向的三个层面的控制系统 首先是我们的驱动层,然后是我们的疾控层,最后是我们的监控层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更具体的来展示一下我们驱动层面的一些解决方案 在驱动层面上,这里展示的四种不同的解决方案 从产品半导体,产品技术和代际来看 覆盖了我们的氮化加到Diamos 再到我们的碳化硅以及我们的高压IGPT解决方案 从电压等级上,我们的四种解决方案可以覆盖从十几幅 到1200伏的等级 最后从功率等级上,我们覆盖了从几百瓦到22000瓦的 这么一个非常宽的范围 ST广泛的产品以及产品组合 可以为客户解决一站式的解决方案 极大的提升客户的设计效率 接下来就由我的同事Robin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在自动化层面的一些产品和解决方案 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来自ST工业自动化创新中心的Robin 在这套系统里边使用到的我们的PRC,HMI和IoLink解决方案 在这里边PRC可以把整个控制信息下发到伺服系统 然后把伺服系统上报的信息传换到IoLink 以及有线转无线的通信网关 在这个PRC模块里边 我们可以把现场的伺服信息、驱动信息进行上报 以及进行现场的监控和现场控制 在这个通信系统里边还使用了我们的IoLink系统 可以把所有的控制信息下发到每一个驱动模块 以及把每一个驱动模块的信息上发到我们的PRC系统 然后再通过有线转无线的网关上发到云上边 我们ST可以提供完整的PRC、HMI和IoLink解决方案 助力工厂自动化的系统化创新 好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来自物联网技术创新中心的Dolores 我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伺服器合作团Demo的物联网系统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在那边的八个电机上面 有八个黄色的小盒子 是我们的ST EVO Pro Tools预测性维护工业节点 可以监测电机的工作状态 八个节点组成了ZigbeeMesh网络 所有的节点的数据通过Zigbee汇总到STM32WB Coordinator 再通过STM32U5网关上传到云端 在我们云端的一表板上就可以看到八个节点的数据了 分别有速度、温度、电量以及加速度频域分析 还有Protux结合NanoAi提供的预测性维护 可以提供八个节点的正常运行 报警和警告等状态 我们还可以通过云端一表板来对电机进行一些控制 点击STOP 可以看到八个水滴都停止运行了 点击START HOMING 可以看到八个水滴回到了初始位置 点击START GAME 1 可以看到水滴重新开始运动了 以上就是伺服器的合作团务联网系统的介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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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